CSI女粉絲 扯髮吐口水揪盈郎 英國20歲少女兩年前遭性侵 扣著描寫警方見識人員影集的 CSI犯罪現場中學到的方法 成功讓警方逮到嫌犯 嫌犯是32歲的海恩斯 曾經是英國皇家後勤軍團上等兵 前年9月起她經常戴著面罩 到偏僻暗巷找獨行少女 一天晚上她將這名少女拉上車 再到廢棄兵營信心 合成後為了湮滅證據 拿絲毛巾要她將身體擦拭乾淨才能離開 但是少女已清楚記下軍營的環境 嫌犯將她帶回車內 她偷塞一束頭髮在車內 還吐口水企圖留下DNA證據 嫌犯性侵少女後實隨之位 到去年3月為止 陸續用相同手法綁架三名少女性侵 警方後來依循少女留下的DNA證據 成功逮捕嫌犯 證據確鑿嫌犯認罪 上個月她被判六項強暴罪 以及綁架、企圖綁架等罪 面臨至少11年徒刑